大家好 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 上一集說了新年期間我買了索斯界售的最新產品 二屆暴龍 這次二屆暴龍和以往的產品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的機械和背部武器是分售的 所以我的二屆暴龍是沒有背部裝備的 官方推介了一個噴射背包給我 但我本身不太喜歡 所以我沒有買到 上次調配完沒多久之後 官方就出了這個特別產品 就是這個二屆巨展武器套裝 我們一齊看看 這次這個武器套裝 除了有頭部 頸部 尾部 和腿部的一些保健之外 當然啦 最少吃的是本身 它的刺盾有刺剪刀的特殊裝備 本身如果有留意一些舊索斯的師兄 可能都會留意到 這次這個武器套裝 其實應該致敬2000年世代的大角機 分紅弱殺龍的武器 對於我的老粉絲來說 就非常適合口味 還有這次 這個套裝除了可以裝上二屆暴龍之外 也可以裝上對手的暴敵機 這個也非常之好 不如事不宜遲我們開盒再研究一下 其實這次你看看這個盒子 好像也挺大一盒 但其實跟以往兩個連動背包的價錢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挺划算的 好了 開盒 照舊就有說明書 說明書 還有我們有一包零件的 我們拆了出來 再慢慢看看 我的東西都拿出來了 PASS也比雙人中多黃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先組裝吧 我去房子 沒說過 請封集 聖劫 我打扮 我們 bo 沒說 不怕 這可以 雖然 PASS 也不少 但需要預組的部件也不多 我們已經組裝好了 準備合體 我們可以把武器合在二界暴龍道 由腳開始 首先把腳掌拆下來 不需要拆架 我們就跟剛才的腳掌位置 剛才的順位置陷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本身身腳掌是高很多 而且是大很多 有趣有趣 我們這邊先把腳掌拆下來 先把腳掌拆下來 再換一隻大腳板 好 腳方面就完成了 接著是頭 我們首先把二下部的頭 扭下來 不過小心點 好 接著就換一條新的頸 再往上方插 再往上方插 另外這裏可能有少許要注意 本身這裏有一個連動關節 我們把頭插進去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這塊部件 一定要在口部件的後面 說明書這樣寫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關乎到口部的同時 沒錯 是口部的連動部件 好了 我們加上一條頸 之後 再裝上頭部的裝甲 本身就這樣 跟著這個尾箱的位置插進去 沒錯 搞定了 非常簡單 接著來到尾部 首先我們把尾部的尾部 先把尾部的尾部 先把尾部的尾部 先把尾部扭下來 然後再把這裏面的尾部 先把尾部的尾部 插進去 再插進去 接著尾部的尾部 也在這裏 現在有一個新的武器 還是裝甲 我應該兩人都是的 我們跟著這個筍位 再組裝回去 對 這樣就對了 再套進去這條尾部 本身這這一個 这套武器套装,它没有给你树 上次我们砌现在暴龙的时候,是多了两个树 我们现在就可以大派用场了,就可以插进去 如果本身摆了,不见了,怎么办呢? 本身其实它尾巴下面这个树是装饰用的 本身是没有工用的 如果真的不见了,你可以扭这个出来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也行 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整个暴龙的家长部件都已经完成了 最后当然是我们的主菜 我们的新型背部武器 本身武器这里,这个接驳位有三个洞 我们只是插这两个小洞 跟回背部的顺位,插进去就是了 非常简单 这一边也是 好了,那么我们 升级版的二届暴龙就完成了 虽然这次这个巨展武器装备 就令到二届暴龙打折了很多,很有型 但是它这个武器套装和刚才说的噴射背包 或者背部的机关枪 是有分别的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联动功能的 所以 我们要手动的 我们首先看一看 这次这个武器 就会有每一边 一个关节 两个关节 三个关节 四个关节 五个关节 六个关节 一个手动的关节也算不错的了 另外我可以再看看它那个可动性 应该说是联动性 对了 本身现在呢 虽然背部就没有一个联动机关 但是始终那个颈部和尾巴都是加了保健 所以呢 长了 本身关节是多了的 颈部虽然加长了 但是呢 亦都是没有影响到它那个 口的动动 即是那个联动功能 另外尾巴都虽然加长了 但是它最后那两节 那个动动也都好像 不是太明显了 跟改装之前是差不多的 这次这盒二届暴龙的巨展武器套装 虽然它的背部装备 没有联动功能 但是我的外形是先缺的 再加上它又致敬到 舊世代的打乐机 情怀有加分 所以我个人来说 非常满意 官方推出这盒产品的同时 亦都推出了一盒 白色二届暴龙加巨展装备的 BOX SET 非常有王牌机的感觉 如果师兄们是未入手二届暴龙的话 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那一盒 不过这次将所有PASS合作到二届暴龙之后 我觉得有点有暴龙比出龙 不知道各位师兄怎样看 我来啦 我来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